泰式炸蝦餅 泰式炸蝦餅 大家好,我是Bonnie 今天想和大家做泰式炸蝦餅 泰式炸蝦餅 我用超市買回來的急凍蝦 放入半島加點鹽 然後沖一沖去 隔凍 因為它之前冰過 所以蝦很容易剝殼 我們把蝦全部剝殼 先把蝦剝殼 記得在背部湯一刀 挑出蝦腸 先把蝦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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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蝦剝殼 先把蝦剝殼 基本上處理海鮮 我們都會這樣做 我們可以用三份 來幫蝦剝殼 把蝦剝殼 再過幾次水 把它洗乾淨 再用廚房紙或乾淨的毛巾 把蝦剝殼 吸乾水分 這樣蝦就不會腥了 把蝦剝殼 放到蝦剝殼 再把蝦剝殼 我把它用一刀 把蝦剝殼 把它壓一下 把蝦剝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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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壓一下 把蝦剝殼 不要用刀切斷虾肉 不然虾就不会爽口 再看一次,用刀一压就会变成 下去,切断虾肉 预备好的虾肉 我们就会用刀背 刀一刀 大概刀2-3分钟 因为待会再加调味 再继续刀起来 这次我用了200克左右的虾 我会先打一只鸡蛋 先拿一些蛋白 大概用1-2茶匙的蛋白 少许盐 胡椒粉 和大约1茶匙的生粉 这时候我会利用刀背一边剁 一边把调味料混合在虾肉里 这个过程大概10分钟内 直到你会看到 如果把刀黏起来 会有黏性 其实虾胶就已经可以了 之前我们有只鸡蛋 现在可以把它放匀 待会用虾胶 另外就准备面包糠 把虾胶放在冰箱里 大约10-15分钟 现在可以拿出来 另外预备一点水 濕一下手 虾胶就不会太粘手 拿起来 拿上手 搓成一个球 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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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的位置 压一下 压一下 鸡蛋 鸡蛋 然后再沾上面包糠 再沾上面包糠 喜欢脆一点的话 可以再重复 再沾多次蛋浆 再做多次面包糠 这个动作 用锅 放入少许油 烧至油 滚起 怎知是滚起呢? 放筷子下去 看到有bubble 或者试下放面包糠 听到声音 即是油已经滚了 就可以放虾饼 好处 这个好处就是 不用太多油 在外国处理 食用油 也是很麻烦的问题 所以 我会用少些油 去处理 如果炸不到的位置 可以用滚油 上去 200克的虾 大概做到6件虾饼 配上酸甜酱 味道很夹 希望你们都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记得给个like 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